欸永鋒我還傳訊 我正傳訊跟他講 說要小心財務問題 傳了當下才發現 他就直接傳辭辭生命 我已經辭辭了 其實這個董事長都是拿來鎮壓 你要去叫後面的頭 那邊的情要當一個發展的公主 你還是得拿出你的觀看 對啊 你要拿壓 後面是怎樣 後面是 對你是真心的耶 會不會是在 我拿著無怨無悔你知道嗎 會不會在NCC的鬥爭當中 導致某些東西被洗掉 一樣伯伯都是非常漂亮的辦公室 然後本來有非常深進的設備 那為什麼當初伊甸室是弄得起來 而且他們是很認真要弄 我覺得禁電室最大問題 他根本沒有認真要弄 他沒有打廣告 魯之吉的那種觀看次數跟我不對勁啊 我先這樣講 伊甸室跟禁電室兩個是分開的 那伊甸室當年呢 那個肥老黎 肥老黎出道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在讀國小啊 他出道什麼時候 大概 去台灣的時候嗎 我在讀書沒錯吧 國小嗎 國中 國中 好不管 總之 總之 就是 當年他出來的時候 他因為 蘋果日報也賺 伊甸室也賺 所以他是真的有很大的企圖 要走電視 他覺得我他媽引領風潮 我現在一定要給我一個機會 那所以 就做了 那做呢 他是真的花很多錢耶 他機上河加那個電台 一百億不值 一百億不值喔 我告訴你 對 因為那個當時 這個故事要再往回弄一點 他那個時候 有點像現在 現在叫Tomo News 就是那個動新聞 那當年呢 他在做蘋果的時候呢 就做了一個動新聞 就現場範例嘛對不對 總不能像 那個很多主播自己跑去現場演啊 或是怎麼樣 那所以他就做一個動新聞模擬 就會有一些概念思想很落後的新聞喔 就新聞學者就說 這個 淫會沒有像我們的新聞一樣 叫中叫下 這個是不行的 會到人 結果 就 好 那 所以 那個時候出包了 後來他要做進電視的時候 就一直被人家懷疑說 你會不會用動新聞啊 你會不會用動新聞 可是在我來看有什麼問題 動新聞 動新聞就動畫嘛 幹動畫不能做示意圖喔 奇怪的咧 那 所以 這個時候就先天不良 可是那個時候呢 因為 你知道嗎 肥老迪是非常反共的 他的反共立場是一直從來沒有變過 不像很多人 很多人 譬如說他家可能還在 對岸賺錢啊 然後現在當個立委 什麼東西的 這一類 你不要先笑 好不好 不是講這個東西 你請你不要 請你不要隨便 是那種嗎 不是 不是好幾個 你看我這樣一講出來 你一猜 第一猜 第一猜還猜錯 好 這個 錯 不是講那個 是 跟櫃台有非常長久淵源的 這個好 等等 這個我們要再講 那 所以呢 他那個時候 不但愛台灣 愛中華民國 而且反共 所以他覺得滿久在 所以 他那個時候在台灣投資很多 買了很多房子 後來果然大賺 台灣也沒有辜負他 台灣這些 炒房炒樓的賤貨呢 也沒有辜負他 就讓他的確有大賺 可是他那個時候就想說 既然我要 要上這個有線電視頻道呢 我就想一個辦法 我找誰呢 嗯 你認不認識 坊間所謂的金老師 我不認識 就是金普聰 哦 小刀啊 他就找了 金小刀 當他的 不知道是總經理還是總長 很高的位置 然後給很多錢 很多很多錢 這組合 不重要嘛 就是他希望 小刀能夠讓他們 能夠 上 有線電視頻道 嗯 但結果沒想到 沒想到 有很多的阻礙 包含了 當年他 伊州刊跟蘋果日報的時候 打掉很多東西哦 肥曉黎不知道 基上和呢 他底下有人在搞他 我那時候當顧問的時候 幹基上和 每一個發的錢裡面 被他底下某一個副總 吞掉一半 我給你兩百塊對不對 你跟他講說我 行銷費用花兩百塊 裡面有一半 進他自己口袋 所以其實只要一百 其實只要一百 而且效果應該比那時候更好 但因為肥曉黎很相信香港人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肥曉黎太相信香港人了 所以 那時候我也不想跟他講 因為講了沒用 那所以 他那個基上和 很棒 後來 過了五六七八年 還有人在那邊抓一片 那 散 就是照樣往下走之後 那最後你看 前無去路會有追兵啊 你後面被人家排擠 然後 前面你錢花的 那你底下人給你吞掉一半 我們這樣講 他那個時候是不是 把那個諸葛亮找出來 哦 吃黑輪 但他後來也有做節目 那但是諸葛亮的那個節目的成本 他底下人就是灌水灌水再灌水 灌到一個我們聽了那個價格 是一般的三四倍 那 好啦 他也做了 這個節目內容也很讚 可是沒有辦法有人看 因為出不去 出不去 那這個出去之後就也沒辦法 所以他這樣燒燒燒燒燒到最後呢 就沒了 就沒了什麼意思呢 他最後 心灰意冷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又變成一個 民主 抗議者 就他變成一個行動家 他跑去香港上街示威 對抗中共去 所以 香港的整個 媒體被人家抽銀根啊 不准登廣告啦 什麼東西啊 那 結果 所以後來他香港的錢出問題 那台灣政権不能再燒了 那弄來弄去 所以不是說他房地產又賺了很多新多奶水 也都賣了 也都賣了 他一年這樣子燒燒燒 底下又有人偷錢 底下又有人偷拿他錢 偷到最後 兩邊落空啊 所以後來他就 認了 我覺得菲小黎很夠意思啦 我們以前有專輯講過就是 他的確到後來就是準備在香港犧牲了 他可以逃 CIA有幫他安排 可以逃走 他那不逃就留在那邊 所以 他在台灣賺錢呢 也都吐回去了 那所以現在 壹電視呢 後來就是 這個鏈插聲啊 很便宜的價格跟他買 大概沒有到原先的 十分之一的價格買之後 所以現在壹電視就變這個樣 壹電視的當初提的條件 我有看過 叫中叫孝 而且那個時候 背後的鬥爭非常激烈 導致NCC裡面開了一狗票嗎 胡說八道的 條件 我如果真的有心要經營媒體 我看那個條件我就不做了 但是 裴偉還是認真的 不是 裴偉還是做下去了 那妳自己的研究是怎麼樣啊 我先講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電視這次 這個事情了解多少 沒有妳就從頭說明一下 讓我吃個頂氣 靜電視的風波最近一直被大家挖出來 那可想而知我覺得 倒也不是說藍營的人可能有多夠力啊 那應該就是綠營自己派系沒敲好嘛 是綠營自己沒敲好嗎 那他已經在最近換了第三個董事長了 那現在是楊雅哲去做代理 楊雅哲呢 我就不覺得他到底有什麼資格跟能力當一個電視台的董事長 所以他是代理啊 那你有聽說後面要接那個人是誰嗎 我先講前面那個人那時候 第一個裴偉 嗨我媽嗆 我也沒開黃腔嗆什麼真的是 並不是因為黃腔嗆到 而是這個前一個人 第一個是是不是裴偉 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子豐車李永峰嘛 對 李永峰我還傳訊 我正傳訊跟他講 我說要小心財務問題 那天我跟姑娘在直播 傳了當下才發現 他就直接傳辭職聲明 我已經辭職了 那所以楊雅哲呢 這個應該就暫帶吧 暫帶 因為現在據傳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大家可能有關注到裴偉 他在一方面他去接董事長之後 然後不是被這個NCC要求說 那你不能是裴偉嗎 你不能是鏡周刊的人 當鏡電視的董事長 所以他就退職幕後 不過他就垂簾停職 他開了一間這個無故問行銷公司 停雲 對 然後他去接了鏡電視的這個case 那變成錢又一樣全部會留到那邊 那反正都進自己口袋沒關係 其實多進一個手續而已嘛 這是第一個正義嘛 其實我也不反對 原來就是要這樣子啦 不然呢 那商人就是這樣玩嘛 說真的就是商人就是這樣玩 那現在目前傳出來說 在楊雅哲之後可能在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五月啦 因為五月之後有一個重大的人事變化 那那個要接人又好笑了 就是當初賣給他那些設備的人嘛 正優 啊 怎麼會是正優呢 就是以前是中華 以前是中華電信的對不對 對 而且他是不是還 正優還當作台式的 不知道 不知道台式還是哪一個 好像是台式 互動電視的 就要回來 其實這個董事長都是拿來鎮壓這個位置用的 你算是講話很好聽啦 因為我那製作人曾經在正優底下工作 他說正優這個人就扶起來扶起來 人也挺好 不過他就是仇勇 他一直都是仇勇的位置 他命好啊 這就是官員好 對啊 這就是命好啊 他一直仇勇 但是沒有出事 在任何一行做人都比做事重要 他就是徐於這樣嘛 人和好那當然就升官發財 那正優上他到底要達成什麼目的呢 因為現在一沒有出擊率 二沒有這個 他不能做 他的騰動是不能做談話性節目 好像根本就不是真的要盈利 他都不覺得你沒有賺錢 他也沒有想要拚的意思 因為你真的要拚也不是長這個樣子 對啊 那現在怎麼樣 他從一兩月之前就開始正式試播了 我還認識另外一個人 去他工程部 設備規格都很好 但是他網路就是不行 感覺真的沒有認真在做 你知道 但是他當初的承諾是 不能做談話性節目 所以跟我也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錢我也賺不到 進電視後來追查 你到底覺得他們的利益來源 對 所以 可是我後來想不透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從他的這個結果論 從觀看次數 從你根本不打廣告 從大多數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進電視 然後以及真的在進電視員工 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忙什麼 然後其實在過年後 大概走了十 聽說十三還是十五個人 真的喔 一過完年之後 走了很多人去攝影家圍字 那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什麼狀況下 那合理懷疑你公司 本來就不是為了要看收視率的賺錢 可是他也要有曝光啊 對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你要去賺後面那邊的錢 要當一個發生的工具 你還是得拿出你的觀看 對啊 你要拿人家真金白銀要給人家看啊 後面是怎樣 後面是對你是真心的耶 會不會是在 拿著無怨無悔你知道嗎 會不會在NCC的鬥爭當中 導致某些東西被洗掉啊 然後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快點購 掃一下